B-boy 或B-girl 都好 我想我們B-boy 或B-girl 都好 我們都會有自己獨特的名字 直接反映到你平時的生活態度 或者你的性格 至於為什麼我叫Frank 就是很喜歡想事情 就是經常都天馬行空 我自己就叫做C Plus 全名叫做C加音 三個禁字 還是C加 不懂得讀那字 就叫做C加音 之後就自己覺得 不要緊要用這個名字C Plus 都覺得很好 今年亞運這個Panic Mode比賽 其實就是第一次舉行 它怎麼去評分 就是一定要有我們Panic Mode 有四大元素 第一樣就是叫做Top Rock 站著跳的動作 就是人站著跳的動作 第二個是Full Work 一看見到它在地上 兩隻手按著地上 踢腳做的動作 第三個就是Freeze Price的動作是靜止的動作 所以就是看見手指撐著 跟著腳零空 然後第四個就是Power Move Power Move 是比較難的 就是轉動的動作 最重要是看你有沒有 做到它是沒有什麼瑕疵的 就是那個動作 你看到它是很流暢的 還有你在基本功上面 有沒有鑽研到自己的風格 我一定會戴舞的比賽 我一定戴舞的比賽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都會擺個頭落地 其實你擺個頭落地 如果你經常都不戴舞 就有機會脫頭髮 雖然都要看個人的體質 但是有安全措施 當然要先做 以免脫頭髮 我們Breaking的比賽 其實比賽的時候有一個DJ 我們永遠都不會知道 他DJ播什麼歌 很多時候他播的歌 可能我們從來都沒有聽過 但是那一下就要靠DJ播出來的歌 去做一個freestyle 即即場的發揮 叫做好考臨場的反應 比如我們做策略 可能就會是做一個 預備好想快歌的時候 你應該用自己什麼招式 什麼套路去玩這個音樂 那如果慢歌的時候 都怎樣去玩這個音樂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都要說 怎樣執生在比賽的現場 我自己幾時接觸比利舞 就是在大概十五十六歲開始 因為開頭都是見到一群人 跳舞 但是那時候不知道什麼舞蹤 剛好又認識了一個社工 然後也是因為那個社工去說 這個是體力舞 其實小時候自己 可能都萬無目的 沒有目標 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 但是正正因為這個圈 它影響改變了我們的生命 去走回一條正確的路 其實跳舞就改變了我們很多 變成有目標 到達維持到跳到現在 那個感覺是很難得 為什麼要玩一些電視節目呢 為什麼要去造星 就是因為有一些很好的渠道 可以讓更多人知道 這件事 其實有些為我們做了很多的推廣 都入不到屋 那件事就是欠了一些很直接的渠道 那件事都參加了這節目 那到後來發現 唉大件事 一直在拍攝節目的時候 發現訓練的時間少了 積分賽又差不多到 那都去到是覺得 要做取捨了 但是就會覺得 做的決定沒錯 知道自己的方向 一定要走回奧運這件事 這次奧運其實是第一次 還有都是自己第一次參與 可能下一次都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就是希望目標就是 都是八強以來 現在叫做C Plus 可能將來有些更高的成就拿到 或者是有些更高的範疇目標 達到了可能會改名呢 可能改做A Plus 可能拿到金牌的時候叫做A Plus 都是一個不錯的目標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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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火